今年春节期间,在中共党内刊物《炎黄春秋》上发表了名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文章 此文以一万五千字的罕见篇幅,对中共建政以来的治国理论进行了批判 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都没有实践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而是奋行阶级斗争为纲,让富人变成穷人的暴力社会主义 文章认为,正是暴力社会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导致了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灭亡 也导致了中国1949年以后几十年的人间悲剧 谢涛指出,以瑞典为代表的西北欧社会民主国家,才真正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搏 他们消灭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间的矛盾,并缔造了共同富裕、共同民主的理想社会 文章在最后大声激呼,中国进行民主化,抛弃错误的执政理论,走上社会民主化的道路 文章观点鲜明反叛,在中国国内引起很大反响,却未受到官方打压 谢涛认为,这个现象本身就意义重大 在反右运动中,谢涛被指为胡芬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被判入狱十年,直到文革结束才获得平反 重返中国人民大学执教 谢涛形容自己曾是忠心的毛派 挨整挨冤枉都仍然忠心不二地赶不走派 直至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推向崩溃边缘 他才深刻地领悟到 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正确认识马克思理论的人本精神和公平理念 只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 连续中国数千年来的专制统治文化 他认为,比起当时的压制,现在的政治空气已经改进了很多 只有能够发挥不同的意见 不管这么说,这是一种进步 谢涛的民主社会理论得到了众多舆论的支持 但同时也激怒了很多坚信传统共产主义价值观的人士 激进的保守派甚至召开了声讨谢涛乱党乱国 搞和平演变的座谈会 对此,谢涛认为,虽然他们文革时的语言有失修养 但讨论总比不讨论的好 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有不同的阶层 不同的民意集团 看待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进行这种不同的讨论是非常正常的 如果不说一样的话,那这个问题就糟了 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民意 有不同的声音,这是好现象 虽然如此,谢涛还是觉得 很多极左派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 他们反对改革,特别是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 和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谢涛认为,与这些官僚集团的斗争 将是长期和艰苦的 改革当中啊,他首先触犯了一个最大的 就是中国的官僚集团利益集团 经济的改革啊 要求着政治的民族化 至于民族的具体精神怎么样啊 那可以讨论 但是这个方向啊 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趋势 谁都抗拒不了的 共产党自身的利益 也只有民族才能增强党的生命力 有很多人相信 谢涛背后有一个班子 并有党内高层的支持 他的文章和今年来 《炎黄春秋》杂志的一系列评论文 也许意味着 胡温会在即将召开的十七大上 有大的改革举措 对此,谢涛说 谢涛认为 中国迟早要走上瑞典式的北欧道路 否则就将重蹈蒋介石国民党 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 只有民主宪政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愋者 李宗盛